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恶臭体质的故事 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地方 女主角从小就没机会读书 只被安排14岁时嫁人的 跟着迎娶船队渡了河 来到中间那个快老死的地主男家 然后准备在今晚的婚礼后 嫁给已经有两个老婆的爽男 成为她的三太太 但洞房花竹夜时 没经验的女主角非常不安 也不懂对方为何要在她身上放鸡蛋来吃 她只知道事成后 她的处女魔破裂所产生的血液 顺利滴在床单上就是落红啦 这东西很重要 她得用来证明她是清白之身嫁来 且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天亮后是要给家中长辈检查的 之后女主角 就是每天在家中闲晃 等着怀孕生孩子 可是都等不到 害她有点不安 还好家里的大太太跟二太太 都会鼓励她说一次没中 就多做几次就行了 可是女主角却不太想在洞房啊 因为她觉得很痛 二太太知道状况后 就热心的开始教女主角 如何感受到洞房的美妙 看怎么勾引爽男 让她每天都来赏你雨露啊 女主角就发现 她开始会一直想偷看二太太 像全家女性大白天来河边玩耍时 她的目光都离不开对方 自己体内也有一种浴火 但二太太是不行的啊 看来只能便宜爽男 把欲望释放在她身上了 而爽男 也发现自己的三老婆 好像开窍了 变得比较骚 还懂得怎么取悦男人 值得多翻她几次牌子哦 那有了大量精子的滋润 女主角果然很快就怀孕了 但她仍然对爽男 没什么感情 毕竟两人 只有每天晚上会见面 且见面就是打泡睡觉 反正她内心想的始终是二太太 只是不晓得 该怎么下手而已 直到这天晚上 她起床上厕所 却意外发现二太太 乔装外出来到后竹林的 跟大太太的儿子男偷情 太惊人了这个剧情 啊这香烟刺激的画面 另女主角隔天早上 对来河边帮她洗澡的二太太 有了更多遐想 但却也仅止于此 无法更进一步 因为她知道家规很严 像家仆偷情被抓到 女的都会被替毛送出家 男的都会被抓起来揍很惨的 所以她只能 每晚看着月亮 然后替自己和二太太 保守秘密 以免穿帮被罚 而最近爽男也不晓得怎样 比较常宠信大太太 还让她怀了孕 害女主角有点担心 因为她听家里的总管女说过 二太太生了两个女儿 所以在家地位很低 甚至不被当女主人看待 而大太太因为是生一个儿子 所以地位很高 家里的事都她说了算 啊原本如果女主角也生出一个儿子 那地位就能 跟大太太平起平坐 至少在家里能过得更好 因此她不希望大太太 有机会再生出男孩 避免破坏平衡 所以当全家人一起来庙里 祈福时 女主角立马拜托老田爷 让她生下大地主男家 中最后一个男丁的愿望 这样她跟大太太 就都一人一个儿子 在家中就能享有一样的地位 哎然后没多久 大太太就躺在床上的 被总管女发现 她自然流产了 不过知道消息的女主角 却觉得良心不安 跑来二太太房里一直哭 说自己许愿害死受精卵了 怎么办我好坏哦 要是有用我早就一堆儿子了 反正我之后会每天照顾你 像是帮你涂 保养皮肤的乳液 所以你别想太多安心生孩子吧 啊女主角看二太太对她那么好 就忍不住觉得 你是不是对我也有情意 不如我们来交配吧 结果马上被拒绝 二太太表示你怀孕也怎么做 但主要是我对你的爱 是把你当孩子的那种爱啊 以后就让妈妈照顾你吧 另一边大太太的儿子男 被家里安排结婚 但她只想娶喜欢的人 谁再逼她娶别人 她就割碗自杀哦 可惜这招没用 他妈只跟她说我们这的体质 就是婚姻大事 由家里最有钱的人做主 等于你爷爷跟你爸要你娶谁 你就只能娶谁 反抗也没用 所以乖听话 好好把婚礼办完 迎娶他们替你安排的倒霉女吧 感动防花族夜儿子男 完全不肯行房 心里想的仍然是二太太 隔天还在大厅吵闹 说她真的没办法上一个 完全不认识的人 啊大地主男跟爽男 毕竟还是宠儿子男的 于是最后只好妥协的 啊倒霉女他爸 找来讨论退婚的是说 你女儿还未拆封 应该还是可以去嫁别人 我们也会多给你一些补偿的 但倒霉女他爸 只担心女儿被退婚 会使家族蒙羞 而且他女儿这辈子 就只被安排嫁人生子一室而已 现在连这事都做不好 要他有何用 所以退婚就不必了 你们若是不要他就丢了吧 呆 啊倒霉女听完这些话 就上吊自杀了 因为他们这里 被老公抛弃的女人 只会被当废物 没人要人人唾弃 加上他父母也不要他 等于他无处可去 我有意思了 反观儿子男事后 只被老爸骂了一顿就没事了 他在倒霉女事件的这段时间里 女主角也到了 临盆的时刻 然后经过千辛万苦后 终于生出了一个女儿小草 生完后他就开始觉得 家里的人不再像之前这样 那么重视他了 觉得他生了一个 迟早要嫁到别人家的赔钱货 于是当女主角知道倒霉女的事后 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决定在倒霉女出病的这天 趁大家在盲障里时 偷偷抱着小草到野外找个好位置 拿路边那种有毒的小黄花 给他吃打算毒死他 因为他不想让女儿 14年后面临他跟倒霉女 面临他们这的女子 要面对的事 就是被嫁给一个陌生人 替他生儿子生不出来 就被人眼对待 被抛弃还只能自杀 所以与其辛苦养来面对痛苦 不如就让妈妈先帮你解脱 送你上路 助你下辈只能当个草 也不过也不是 所有人在面对扭曲的世界时 都选择妥协或放弃反抗的 像二太太的大女儿 小花就一直想着 以后也要跟男人一样出人头地 面对家里 大家都想放弃治疗的牛 时他就偏偏不想放弃 想再救一次 大人要罚他 逼他遵守体制时 他就宁死不从 最后倒霉女的死 更让他决定要剪去这个 代表天化女孩的长发 然后他要 全面反抗这些性别歧视的体制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故事很明显就只是想吐槽 有些人的观念 有些地方的习俗 就很恶臭之类的 可可